台灣有些人居然也就是 無腦唱和中共 對台獨是問題還是問題 在中華民國憲法下面 統一跟台獨都是可以 用投票解決的嘛 那不就這麼簡單嘛 這就是民主政治機制嘛 怎麼大家想不通呢 因為這次的國會 基本上三黨不過半 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 讓中共可以去進行 滲透的一個破口 它破壞你的民主制度 就是以台灣內部來反對台灣嘛 沒問題還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是我一定會反共爆牌 國際關係最基本的 就是看全局看大國的戰略 而不是從小國的角度出發 甚至從台灣人 從中共角度出發去解讀兩岸關係 那就是錯的了 既是一個貪腐的無止境地循環 同時也是一個權力腐敗 和再無陷阱的一個無止境地循環 我們在敵統區下面 我們要如何運作 然後最後把敵統扳倒 然後變成我統區嘛 這整個的邏輯是這樣 我是這個香港警察 然後我今天休息在營 我認真我自己想出操下 這叫非法操練 香港朋友們請你聽清楚 你現在人在香港 如果有機會就趕快離開 新闻大破解 破解大家新闻大家好 美中日前的高層的會談 白宮形容他們談了 不滿地雷的兩岸議題 那美軍呢 三大主力航空母艦打擊群 鎮守印太地區 表態呢明確專注要幫助台灣的防衛 港府呢推出了二十三條立法 五大罪接軌中共 香港恐怕會被加速赤化 孤島化戰時化 那中共呢究竟是想幹嘛 中國的恒大集團呢破產清盤 這會不會啟動中共特權式的 龐氏騙局的崩解 或者呢中共另藏了甩鍋的後招 那流傳的中共黨魁呢 去年十二月內部談話 圖謀聯合普丁掀起亂局啊 干預台灣的選舉 補起親共的政權來支持所謂的統一 那中華民國台灣的一月大選之後 中共會推出怎麼樣的新型總體併吞方略 那台灣人民準備好了嗎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明居正老師 主持人宋老師兩位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老師 主持人明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兩位好 美國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 在泰國會面的中共的外長王毅 十二個小時主要談台灣議題啊 那傳出呢 中共答應拜登蘇利文 不會干預2024美國的大選 那後續呢 拜登呢將和中共黨會通話 會後呢蘇利文是以競爭性結構動態 來形容美中的關係 並且警告中共 如果持續在台海 東海和南海啊 挑釁 美國將和盟友反擊中共 那我要請教 明老師 你怎麼看觀察這一波的美中交鋒 我先說一下他那句話 競爭性結構動態 我們上次說過 事成我們多次說過 美國跟中共關係呢 它這種對抗的關係 而這種對抗關係呢 已經結構化了 所謂結構化就是僵固化了 不會輕易改變的 那蘇利人的話呢 就是回應了我們講的話 所以競爭性結構動態 什麼叫動態呢 我們不是講過另外一句話 大國關係一張一遲 動態就是一張一遲 所以有的時候緊張 有的時候鬆弛 有的時候鬆弛 但是基本上是對抗的 它是這個意思 他們這次為什麼這麼急的會員呢 主要談台灣 那為什麼要談台灣呢 因為台灣大選 選出來的結果呢 中共非常擔心 所以必須趕快跟美國見面 然後讓美國交個底 因為他要放個底牌 他等於就是 我把底牌告訴你 其實我是把我的擔心告訴你 那也希望說你不要輕舉妄動 使得我的擔心變得更大 大家不好收拾 他是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明白了這個前提之後呢 那蘇利小諾說 他為什麼會員 為什麼講的話 好 講了什麼話呢 大家從那個新聞上都可以看到 但是他講的話值得解讀 王毅說什麼呢 我讀給大家聽 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風險是台獨 美國必須將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落實到行動上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所以一般人不太熟悉兩岸關係的 就是說 這個中共要求美國 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不是 我們一層層來看 我們就先做和平統一 中共明明曉得 和平統一不可能 然後全世界都不希望看見 台灣一個民族的台灣 被一個共產的中共 不打這個一開 不開這個一槍一炮 然後不用戰爭方式就併吞掉了 全世界不可能容忍這結果 所以他曉得不可能發生 那為什麼要講一下呢 這是一句空話 這必須說的場面話 因為不說了說和平統一話 我這個話講不下去了 所以必須這樣講 所以這句話是空話 但是底下幾句話就去了 他說這個 這個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風險 是台獨 那沒有台獨的話 兩岸就沒事了嗎 在中共看起來 怎麼樣沒有台獨呢 把台灣併吞掉 然後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下 就沒有台獨了 那大家想想看 這樣就沒風險了嗎 就也沒有中華民國了 也沒有中華民國了 也沒有台灣了 那就沒有風險了嗎 還是說中共對全世界風險 變得更大呢 對耶 這才是更大的問題嘛 就像當年慕尼黑協定一樣嘛 你捷克給了德國 全世界就和平了嗎 還是說大家站起來 支持捷克對抗德國 然後全世界才會更安全呢 這邏輯很簡單嘛 好 那中共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簡單說轉移焦點 他非常清楚 共產黨共產主義 才是最大風險 但如果他承認的話 那不就完了嗎 所以他必須轉移焦點 製造話題 而這有幾個好處 一個就是這樣講完之後 那最大風險是台獨 那為什麼台獨現在 還在活躍 還在蒼絕呢 因為你美國或名或案的支持 所以你有責任 你有罪惡感 你有罪惡感 我就要製造你的罪惡感 因為製造罪惡感之後 我才有籌碼 才有籌碼跟你談 否則我沒有籌碼跟你談 政治 經濟 軍事各方面 我都談不過你嘛 所以我必須製造籌碼來談 也就是製造對方的罪惡感 增加他的談判籌碼 這個本來不是籌碼的 他完成了籌碼 也很厲害了 那有趣的是 台灣有些人居然也就是 無腦暢和中共 對台獨是問題還是問題 在中華民國憲法下面 統一跟台獨都是可以 用投票解決的嘛 那不就這麼簡單嗎 這就是民主政治機制嘛 怎麼大家想不通呢 好 這第二點我要講的 第三點就是 那他既然講這話 就要對美國提出要求了 因為他先把這話講到前頭 就要把他提出要求 怎麼提出要求呢 那我們先要看 他擔心什麼 他擔心賴清德 為什麼擔心賴清德呢 因為賴清德過去講過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中共對這句話非常擔心 它有一個短程的 一個長程的擔心 短程的擔心就是 520你演講 講是什麼東西 那我冬瓜豆腐我麻煩大了 所以希望美國壓制賴清德 520不要講出什麼 太進氣的話 就短程目標 中長程就是真的怕 這個務實台獨工作者 真的去搞台獨 所以希望美國壓制 所以他對美國其實要求就是 你不要做這個事 不要去支持台獨 因為如果台灣真的台獨的話 中共被迫動手 中共一旦動手的話 那美日必須介入 換句話說 中共面臨的就是對美日 甚至對世界主流國家 作戰的一個風險 他就要看到這個了 所以短程我說 希望賴清德的演講 舊子演說四平八文 中長程的希望你不要搞台獨 然後他對美方要求什麼 請各位再把那話再聽一遍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你聽完就過去了 但你熟悉的話你注意到 他要求美國 你要把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落實到行動上 中共過去不是這樣講話的 中共過去要求美國 你要反對台獨 不是不支持台獨 他現在用了美國的話語 你說你不支持台獨 我本來要求你反對台獨 你不肯 那現在你說你不支持台獨 我就要求你把不支持台獨 這句話落實到實處上去 因為如果美國對台灣賣武器 或者這個增加兩邊的台美 雙方的官方交流 然後每次在旁邊演戲等等 那中共就很麻煩了 那很有意思 不支持台獨 本來就不支持就暗示著 沒有動作啊 對嘛 他現在就是說要把你這個 這個承諾什麼等等 落實到行動上 所以什麼叫行動呢 一個就是軍艦來保衛 然後說這個旁邊的周邊的同盟 然後再來就講話對抗 再來軍售等等 對他來說都是支持台獨 對他來說是這樣子嘛 那麼也就是說中共這些動作 請各位仔細看 一方面大家覺得說 你看他講的話很狠 要和平統一 不是的 他曉得做不到這一點 但在現階段 他必須要有一個很務實的目標 務實的目標短程我剛剛說了 就希望說在就職演說當中 520就職演說當中 不要出現什麼太大的驚奇 再來就是中長城 你美國不要去支持這個台獨 然後不要去這個 豁明豁暗地搞什麼東西 但是還有一層 大家不要忘記 所有這東西呢 中共都對內考量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台灣方面有什麼動作 賴清德方面有什麼大動作 美國方面又相應的配合或支持 或豁明豁暗的支持 那黨內要反對的 國內要反對的 當這個習近平面對 黨內跟國內反對的時候 他不能不有所動作的 所以他必須要把話說在前頭 我把話說出來 然後你說黨內說生氣了 我每天開飛機開軍艦過去啊 我有壓制台國 你們不要再囉嗦了 所以對內對外他必須有所交代 否則他現在內外交困呢 他是混不下去的 然後其實他像對台灣的 把中華民國的這個主權 還有把這個美國對台灣 跟中華民國的支持 講成這所謂的台獨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把這種直入圍馬 把自己就是越搞越到上面 這就是我很多年前講的 你台獨的定義過寬 最後是綁住你自己手腳 因為你每個動作都要結束 為台獨 你就必須要動作 你就必須說載對台獨的定義嘛 是 這我講的快20年 20年都有了 是 我們這邊看到美中的蘇王會談 蘇利文形容談了不滿地雷的 兩岸議題重申 美國堅定了支持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的大選之後呢 三黨不過半的國會新格局 在2月1號選出了新的議長 那現在總統呢 5月20號將就職 我忘了請教宋老師觀察 您覺得中共有可能推進 怎麼樣的一個新的統戰策略 對 因為中共它不承認 它這一次對台灣總統大選的 戒選的失敗 同時也不接受大選的結果 就像剛剛明老師所講的 中共最擔心的就是賴清德 這個樣的一個事實 它不接受 所以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我認為它會推出一種新型的 對台的統戰的策略 我把它歸結為三個層次 一個叫做一分裂 二抹除 三陣線 這是一種我把它稱之為 一種低成本的 不需費這個一槍 一兵一足了 或者是一兵一足的情況 來就實現併吞台灣的目標 所以這個我先講什麼叫一分裂 所謂一個分裂的意思就是說 藉由分裂台灣各黨之間的關係 那麼甚至是包括分裂台灣人民 和政府之間的一種信任的關係 用這樣的分裂來達到一種溶解台灣 不一定是裂解或者是破解 而是一種溶解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認為中共就很有可能 而且事實上已經逐步的在推動一種 我稱之為國會滲透的三部曲 它的終極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台灣國會赤化了 就是台灣國會的中國化的意思 那麼第一部曲的話 我們可以完全的假設和想像就是說 這個中共可以用這個 譬如說微信作為一個聯絡的工具 跟台灣的一些國會議員 來進行一種 本質上是經過加密的一種日常的通話 在這個通話的過程當中 中共可能就給意見 給知識 給政策 給方針等等的 然後用這種方式呢 扮演一種叫做幕後藏鏡人的 下指導期的一個角色 那麼就是說掌握整個 對我們的國會統戰的一種主導權 或者是支配權 這個是我認為是 所謂的國會統戰的第一部曲 那麼第二部曲呢 我認為它是對台灣進行 我把它稱之為一種叫做 法律的粉碎戰 所謂法律的粉碎戰意思就是說 透過一個所謂的國會改革 這樣的一種名義 那麼譬如說重新主張建立國會的調查權 國會的這個聽證權 難之於就是說主張未來的總統選舉要過半的 這樣的一些提法來進行一種什麼東西呢 對於可能從憲法開始一直到立法院的組織法 甚至包括立法委員的直權刑事法等等 這一系列的法律呢 來進行一種怎麼樣 深挖翻土的一個 法律的一個 修改的大工程 這種這樣的一種做法呢 一方面當然就是說因為現在國會是三黨不過半嘛 我們從二月一號的這個選舉 你看每一個政府院長的選舉經過二輪嘛 經過二輪的投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就會利用這個立法院裡面的一些政黨的矛盾 來誇大這些矛盾 來達到這個分裂這個 我們的台灣國會的一個目標 這是第二部局 那麼第三部局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立法院一天到晚在修法立法等等的 而且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產生很多 關於要去立什麼樣的新法 或者修什麼樣的舊法的一連串的法律的爭議 那就會把怎麼樣 把整個立法院幾乎怎麼樣 從這個地毯上翻了一邊一樣的 一種亂象的一個局面 那麼我們的人民看到這個立法院的亂象 他會覺得很厭惡 那麼慢慢的也對於我們這個立法院 產生某種程度的一種疏離感等等的 一旦這種厭惡感跟這個疏離感產生了之後 就很容易製造一種什麼東西呢 就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一種信任的察覺 覺得說你這個國會 這個三黨不過半 每天在那邊吵半天 修這個法律那個法等等的 這個就是說面臨到 法律面對被解構跟被粉碎的一個情況之下 說一定會引起國會政治一個劇烈的波動 這種劇烈的波動的話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民會覺得很厭煩 覺得很遺憾 甚至是很討厭 那麼久而久之這樣的一種感覺或者這樣的一個認知 就會使得人民跟政府之間的一個信任就會被拉開了 所以我特別強調就是說所謂一分裂的意思就是說 利用台灣這個政黨其實在很多的 在我們國內的民主體制當中裡面 這個政黨之間吵吵架 鬧打打鬧鬧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可是他就會用這樣的議題本身的一個撕裂 這個加重這個矛盾的這個內容等等的 來造成更大範圍的政黨鬥爭的一個決裂 中共很會利用這種間接的仇恨統戰 到這裏達到的效果 對 最簡單的它是利用這個 立法文當中裡面 你譬如說像統獨之爭嘛 乃至於就是說各種不同的一個社會的矛盾嘛 譬如說世代的矛盾啊 階級的矛盾啊 來自於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這個 存在了一些社會的問題 特別是因為在一個成熟的民族 走向一個後工業化的一個社會的時候 那種世代的階級的 乃至於這個職業之間的矛盾 都可能都很充分 很鮮明嘛 然後透過這個被滲透的媒體 跟TikTok等等的擴散就放大了 對 就是擴大矛盾 撕裂族群 來達到對於我們這個民主體制 產生一種融解 融化的一個過程 這個融化的過程主要是建立在就是說 我就不斷地怎麼作亂 不斷地在國會作亂 不斷地給你出議題 讓你這個修法 造法等等這些東西 那麼透過這樣的一個程序的混亂 程序的混亂以及政黨之間意見的一種交鋒 讓我們覺得說整個國會是怎麼樣 充滿了煙火 甚至是非常的不穩定 那麼人民當然就覺得會有一種政治上的疏離感 或者一種厭惡的情緒 如果三黨這樣子的話 三黨其實就很難達成共識去做一些 真正的民主防衛的這個法案 它就更容易伸手了 因為這次的國會基本上 三黨不過半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 讓中共可以去進行滲透的一個破口 不僅是一個破口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資源 或者是一種手段和策略 所以這個如果說造成台灣人民對於 因為它最怕的除了這個 中共最怕除了賴清德之外 它還最怕我們的選舉 最怕我們的民主制度 所以它破壞你的民主制度 就是以台灣內部來反對台灣 台灣人自己在內部搞統戰 或者是說把對台工作做到 到台灣島內等等的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如意的算盤 所以我先講就是中共的那個 特別是520之前 甚至包括520之後的一段時間 它的對台的新型的這種 總體的一個戰略 第一個戰略叫做 一就是所謂的分裂戰略 那反過來說的話 如果三黨能夠合作 或是做得好的話 反而中共就反而要分化 反而要集進來就不容易了 對 所以當然了 就是你如果說國會能夠 三黨合作團結的話 那中共就無縫可查 因為三個的話 有新的很多的組合 變成它形成一種新的防衛 如果大家能夠以國家為重的話 其實從民主體制來講 政黨聯盟 或者是政黨的分分合合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形象 在很多多黨制的一些歐洲國家 第一輪投票 第二輪投票 乃至於這個有聯合內閣 乃至於有這種各種不同的政黨 所組成的國會 這個都是非常司空見怪 也很正常 非常常態性的一個民主的發展 但是它會把它解釋 擴大分裂成是一種衝突 矛盾 鬥爭等等的 然後造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一種 信任上的一個差距 然後也解除中共內部 對中國人民的壓力過 對 內外堅持的意思 是 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股市 是跌跌不休 中共先前要救世 但是同時又祭出了很多 國安部的這種相關的 對於各方的這種壓力跟施壓 另一方面在香港的特首李家超 又推出了一個23條立法案 香港股市又大跌了 那這法案被認為 比港版國安法更廣泛 甚至可能更嚴格 靠往了中共境內的所謂 國安和反間諜法 甚至被形容有些像是 戰爭時期的法律 切斷了香港和境外的聯繫 將來成為孤島 請教明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對香港未來的影響 我先說一下你剛剛的詞 你說它這個23條立法 靠往了中共境內的所有 國安法和反間諜法 不只是靠往 接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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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接軌了 不是靠往 靠往太客氣了 現在是這樣子 你要從中共角度來看香港 我們當然很同情香港 支持香港 你覺得它這樣做不對 但你要從它角度來看 它為什麼這樣做 那也就是中共怎麼看香港 其實中共從一開始就認為 香港是被境外敵對勢力 所掌握一個可能的反共基地 這是最吵中共對香港定位 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為 就是它當年跟國民黨鬥爭 所謂的白區作為 就這意思 這樣講就明白了 也就是說 我們在底桶區下面 我們要如何運作 然後最後把底桶扳倒 然後變成我桶區 這整個的邏輯是這樣 這樣各位就比較明白 它為什麼這樣做 所以這樣講 前面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就說2019年開始的 反送中運動 中共怎麼看 顏色革命 就是顏色革命 就是一個反革命顛覆罪 反革命顛覆基地 有人境外敵對勢力 加上我黨內某些通敵分子 利用香港的事情 想把它搞大 然後推翻我們中國共產黨 中共的理解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如果你從中共角度理解 香港的整個事件 跟整個來龍去脈之後 它的邏輯非常簡單 我必須杜絕 所以我必須要杜絕 怎麼杜絕呢 前面有國安法 你不是說了嗎 國安法已經頒布幾年了 好 國安法裡面的罪名是什麼呢 分裂國家罪 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我們這些腦袋正常人 讀完這都覺得說 已經夠用了吧 已經夠用了 你讀法律的嘛 所以這個法律在香港 已經夠用了嘛 已經太夠了 那為什麼再搞個23條呢 好 我剛剛講了嘛 接軌國安法嘛 好 那剛剛讀完了國安法 現在讀23條 23條有五大罪名 叛國罪 判斷和三貨叛變罪 竊取國家機密即間諜罪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罪 境外干預即組織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罪 國安法有四大罪 國安法有四大罪 23條有五大罪 加起來九大罪 那我們現在解釋一下 這個23條的這五大罪行 你要看他的戲目 魔鬼藏在細節裡 叛國罪大家很簡單 它還叫做隱匿叛國罪 什麼叫隱匿叛國罪呢 就是他叛國了 你知道你沒有講 你也叛國 這是第一個 還有第二個 叛國性質的罪行 什麼叫叛國性質 這個什麼叫性質 對啊 你讀法律的 什麼叫性質 這個難特定 這是沒辦法界定的 他說你叛國性質 就叛國性質了 那不就給你成分嗎 那就是嘛 你是叛國成分 還有第三個 非法操練罪 什麼叫非法操練罪 沒有經過保安局長 或警務署長 准許的操練 叫做非法操練罪 還沒完 接受參與 由外國勢力策劃的操練等等 叫非法操練罪 也就是你覺得說 這個 我是這個香港警察 然後我今天休息在營 我認真 我自己想出操下 這叫非法操練 就這麼簡單 這是第一條罪 第二 叛亂三貨叛亂及離判罪 即聚三痛意圖罪 什麼叫意圖 剛剛講性質 這叫意圖 任何引發中國人 或香港居民 對中港兩地政府不滿 對其行政 立法或司法 引發憎恨或敵意的行為 明白了嗎 那連中國大陸內部 每天 不不不 這就是場館上講的 莫談國事 因為一談國事的時候 你就對什麼有憎恨了嘛 為什麼抽我這個稅啊 引發對政府型的立法司法 憎恨或敵意嘛 這第二條 間接 這第二條 還沒完還沒完 你聽完 你聽完再生氣好了 第三條 竊取國家機密集間諜罪 諜報活動罪 倭藏間諜罪 非法披露因諜報活動 所得的資料罪 或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 關係的秘密 啊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 你講出來都是秘密 這第三條 第四 危害國家安全的迫害罪 譬如說當初的這個勇武派 他弄地鐵站 弄公共設施 然後就任何電腦系統 電子系統做什麼事情 都叫做這個 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 第五 境外干預 及什麼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罪 任何境外政府機構 組織影響中央聯合政府的管制 施政都視為境外干預罪 所以呢 黎智英的報紙就犯了境外干預罪 很清楚了對不對 那還沒完呢 還有一個長臂管轄 長臂管轄就是 他的部分這個罪行 他當然不是說所有 部分罪行 跟定律之類 他都有意外效力 也就是國安法有意外效力 然後二十三條意外效力 那麼你在這地方 你跟我談談 我們談了香港問題 我對香港這個政府 這個作為表示不滿 我對李家超表示不滿 然後我們在喝茶都碰杯 我們覺得李家超之教怎麼樣 然後理論上 他可能可以過問 旁邊有香港朋友聽到 他用廣東槍進來接了兩句 那我們三個都有問題 好 那現在有時候那個境外干預罪 是指影響 造成影響 那叫蝴蝶效應也是影響 那等於就是變成口袋罪名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 我現在就講了嘛 一個是性質嘛 對 對不對 然後再一個叫什麼 意圖 意圖 性質跟意圖呢 在法律上是很難界定的 除非你真的很明確看見說 到了哪一條界線 超出這個界線的時候 就達到這個性質 跟到達這個意圖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這個 民主國家跟不民主國家 差別在這裡呢 他對法律的權是有任意性 民主國家法律是罪行法定主義 罪行法定主義就是 什麼行為該罰 什麼行為不該罰 在條文上寫得明明白白的 如果有疑義的話 人民可以上訴 到最後可以到 甚至可以到憲法法院去 說請求釋憲 也就是說對公民呢 它有極大的保障 當然它不會因此保障 傷害到國家安全 但是若是你條文不夠周密 因為公民行為傷害到國家安全 之後你必須讓步 很多時候還必須讓步 這就是民主國家 對於這個老百姓那種 基本的保護 換句話說 我們說人民當家作主 這才叫人民當家作主 是不是這樣 好 那現在就有很大的問題了 那我們剛剛講說 國安法有四大罪行 然後二十三條有五大罪行 你說定了這麼密幹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它是香港可能是 反革命基地的時候 定了這麼密 那你以後告訴我說 就中共從來不守法的 它為什麼定這麼細呢 對啊 是不是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嗎 中共的憲法寫了堂而皇之 它都沒有幾條落實的 除了說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核心力量 這句話它落實之外 其他都沒有落實 那為什麼這法律定這麼密呢 是不是這樣 簡單說你會覺得法網很細嘛 也就是它嘛 你能想到的跟你想不到 它想得到的所有影響到它總統 這東西它全部寫出來 但唯恐不夠 就像你說的口袋罪名 意圖啊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叫口袋罪名 就我要套你就套你了 那麼法網這麼密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過去用這種手法去搞國民黨 搞國統區 它非常清楚中間的貓膩 第二就是在香港事件當中 它看見了擔心 然後它把它定出來 那它既然不守法 你定這麼密幹什麼呢 請各位聽清楚啊 看人家的法律的時候呢 它會找出各種漏洞 對於自己法律 它定的就是唯恐不密 就是唯恐漏了一點點 你可以逃的空間 我連這點空間都不給你 換句話說 對它來說法律是鎮壓敵人的工具 法律是鎮壓階級敵人的工具 這就是它的概念 而敵人的法律 是我要利用來打擊敵人的工具 這就是它對法律的理解 它對法律為什麼這樣理解呢 簡單說它是權力第一 我們不是說了嗎 中國共產黨對政治權利 有著病態式的執著 所有東西為了奪取權力 跟鞏固權力而服務 這就是它的最基本邏輯 所以它的法律呢 請各位注意啊 各位要到香港去旅遊 去迪士尼玩的朋友們呢 把這些讀清楚 想清楚再決定 你要不要去 我們先看到 宋老師提出 中共可能對台灣的新型總體戰略 我剛剛聽完那個香港二十三條 就很感慨 中共對香港所做的一切 以及很多東西正在台灣複製當中 所以想到未來 那我想 老師剛剛提出 中共可能一分裂 二抹除三陣線 我們請老師再繼續解析 抹除的意思就是 創造一個模糊的現實 來達到一種繼承的狀態 然後用這個狀態本身 慢慢把它演變成一個 法律的狀態 老師講那個蠶食蔓延 對 就是我過去常常講的 蠶食的蔓延 中共這個對台統戰的抹除 有兩個抹除的一個辦法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最近發生的 就是說它通過奪取台灣的邦交國 來抹除台灣在古蹟社會上的主權 主權地位 譬如是像諾魯 我們最近所發生的事情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 就是王毅在前陣子所講的 他要對於這個台灣的邦交國 進行清零政策 也就是說要把台灣的邦交國 怎麼樣 創除到連一個都不剩的這個意思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惡劣的一個行動 就是說是只要能夠受到 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 當中一種不存在的一個狀態的話 它所有的手段還是可以使上來的 這是抹除之一了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抹除 我稱之為抹除之二 是最近發生的一個事情 就是中共的民航總局 它片面的修改了 關於M-503的這道航線 原來是說是要偏系的這個 由南向北這個飛行 它把這樣一個限制給拆除了 換句話說 它可以完整去走M-503的航線 我先說一下M-503的航線 是怎麼來的 2015年中共片面的 當然它是透過了這個 國際民航組織片面的 建構了一條 由南到北的一條航線 叫M-503航線 同時在這個地方又畫出了兩條 這個由西向東的 這個W-122跟W-123的兩條 由西向東的一個航線 所以它就像一個 這樣的一個形狀 像一個斜的一個 不完整的一個 緊緻狀的一個狀態 最近它對於台灣就是說 那我廢除了怎麼樣 我廢除了原先在2015年 因為2015年台灣強烈的抗議 所以中共它就怎麼樣 那我這樣我就 在這一條M-503之後 我往西大概偏離了 7.8公里的房子 其實你往西偏 偏離7.8公里 7.8公里是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樣的一種說法 其實有偏沒有離 因為7.8公里 其實是非常短的一個距離 因為老師當時是 國民黨執政 它這樣等於當時 給國民黨的政府 很大的壓力 給它很大的難堪 本來沒有這條 等一下給我弄這一條 對 當時它啟動這個M-503的時候 是馬政府時期 對啊 但是它啟動之後 它並沒有立刻使用 它擺在那裡邊 備而不用的意思 當然有一種說法 就是它給你們 馬政府某種程度的善意 但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它可能只是一種 象徵性的畫一條 新航線而已 我把紅線畫到你家裡 然後先不用 然後說我是對你善意 對 我以後 隨時我需要的時候 我再來用 對 那現在又用了沒有 現在用了 它說我不偏了 7.8公里的 我不偏了 我就按照原來的那個 M-503的航線繼續去走 這話什麼意思 它就是用一個民航的航線 去重疊台灣海峽中線 去用這個民航的航線 去覆蓋台海中線 也就是什麼 抹除了台海中線的一個存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陰謀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當我要啟動這個M-503的時候 我就等於用這個民航的航線 去怎麼樣 去替代了 替代了在安全和戰略意義上的 那個台海中線 以至於整個台灣海峽 都是屬於我中共的一個內海 然後台灣海峽上方叫做航空 領空也是我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台灣的本土 本島本身叫領土 也是我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這樣一個陰謀是什麼東西 叫做三領 三領 就領帶的領 什麼東西呢 領海 領空 領土 通通都是我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它就是用這種 蠶食蔓延的一種方式 利用這樣的一種 創造一個繼承的事實 然後這個繼承的事實 成為一種慣例 成為一種 當然它慢慢可以接受的一種認知 而後呢 它就形成一種法律的狀態 這個是怎麼樣 既是模糊的 也是一種法律的戰略 所以我剛剛講 就是說這個製造一個三領 就是一個抹除的第二種方式 那麼把領海 領空跟領土 通通都歸屬於中國 為什麼歸屬它中國的一部分呢 他有講 我修改這個航線 我不需要跟你台灣去進行協商 這話的意思就是我北京飛廣州 我航線如果任何的變動 我中國民航不需要跟廣東去做協商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航線從北京也好上海也好 不管你走了這個北的西向東的這個W12 或者是南的這個W123的話 都是怎麼樣 都是直飛 因為台灣既然是 我中國的一部分的話 我航線的變動是屬於怎麼樣 是國家的這個民航總局的一個 單向性的一個權利 不需要跟你協商 這就又是創造一個怎麼樣 因為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領土 領空跟領海 山領都成為南瓜 在它的領土與主權範圍之內 這就是怎麼樣 蠶食蔓宴 也就是怎麼樣 併吞台灣的一種非常陰謀的一個做法 至於我們談到三陣線 三條陣線 我特別指出習近平最近在《求是雜誌》 不是發表一篇關於統戰的文章嗎 他說要做好黨外知識分子的工作 另外還王滬年也提到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討論 要加強什麼民營企業的統戰工作 他還加上一條就是說 要發展一種怎麼樣 新型態的怎麼樣 政黨制度等等 所以在這樣一個指導風箏之下 我認為中共在520之前 來自以後的這種階段當中裡面 他會在台灣製造一種什麼東西 叫做三條愛國主義統一戰線 好 第一條戰線就是 對於台灣的知識階層 建立一種愛國主義的戰線 其實就是從起剛剛明老師所講的 在中共奪權建政的時候 他對付當時的這個 國民黨的知識分子 也同樣的一個政策 那麼通過這個 這個籠絡 收買 誘惑等等的手段 對於台灣廣義的知識階層 發揮一些什麼東西 祖國的認同 或者是明珠的情感 愛國的思想等等 說好中國故事 然後要暢想中國光明的凱歌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製造一種叫做 不是暢歲中國 是暢勝中國的這樣的一種氛圍 這是第一條的一個統一戰線 那麼第二條的這個陣線 我把它稱之為 台灣親中的產業利益分享陣線 這話怎麼講 有點長 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他未來會 中共會繼續的來拉攏 台灣的工商企業的團體 那麼以交流來作為交易 採取一種就是說 歡迎你來中國 分享中國的經濟利益的 這樣一種賄賂的手段 你譬如說在2月1號 2月1號 那麼國台辦這個宋濤 就接見了台灣的 電電工會的理事長 那麼他說 這是2024的怎麼樣 開年的第一團 那他說好 宋濤說無論台灣的形勢 是怎麼樣的變化 台灣的任何的政黨 任何的團體和大陸進行交流 都不存在任何的困難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而且他還承諾 這些愛國的企業 愛國的這個台灣工商團體 可以參加中共未來的 所謂的新型基建 來分享大陸的經濟紅利 這個是我所講的第二條 建立台灣親中產業利益分享的 一條陣線 第三條陣線我稱之為 建立台灣的在地協共的 政黨合作陣線 這句話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與其在大陸做對台工作 不如把對台工作做在島內 把統戰工作滲透在台灣內部的 政黨的內部 特別說是在立法院 建立一個親共的一個 我們叫黨紀協共的連線 那麼也就是說台灣 我剛剛講的台灣內部 自己搞統戰 以台灣來反對台灣 以台灣來對抗台灣 進一步用這樣的 不費一兵一足的方式 逐步的來瓦解台灣的民族體制 好的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禍節 中共黨魁最近忽然現身 天津大談包子跟文革相關 受了不少 受到了關注 那他在1月31號 主持了政治局的會議 沒有提及 外界所關注的 中共三中全會的會議 究竟什麼時候開 被解讀 是不是乾脆就不開了 也最近還流傳 中共黨魁去年 點一個內部的 民主生活會的講話 沒有辦法證實是真的或假的 那這大會一再延後 有分析就猜測 是不是跟中共黨魁 想把彭麗媛加入政治局 這個事情有關呢 我幫你請教明老師 怎麼看這個事 還有這個流傳的談話 我先說彭麗媛這事情 彭麗媛這事情 現在看起來可能性不大 除非說他的身體出現了 健康出現了急劇的變化 那麼彭麗媛變江青 只有這種可能性 那否則是比較難的了 那就變家天下了嘛 那講到剛剛講說那個 他的政治局裡面那個講話 那講話是這樣的 因為我其實之前呢 就已經拿到一個版本 跟這個比較像 後來在這些媒體上披露這個呢 當然後面的更詳細一些 然後來源也比較可靠 所以兩項印證之後 而且這個 在印證中共最近這幾年的 國內外形勢呢 我們覺得說基本是吻合的 所以印證上說 即便文字不是完全正確 但思路是對的 也就是說他鋪纏的那個脈絡 不管是這個 他們對國內形勢的判斷 國際形勢的判斷 乃至他現在處境的這個判斷 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所以這件事情值得談 他講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說三中全會 這事件非常有趣 而且破體破的非常好 為什麼不開三中全會呢 他是這樣講的 國際情勢不明朗 俄羅斯打烏克蘭 沒有想像中的順利 陷入了爛泥山當中 使得我們下一步戰略無法展開 聽清楚 俄羅斯打得不好 所以我中共的下一步 沒法展開 這就是有關聯的 那麼下一步戰略是什麼呢 他講得很清楚了 台灣要大選 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 如果我們抓住這個機遇窗口的話 然後俄國又勝利了 我們抓住的窗口呢 那我們就解放台灣了 這就是他的邏輯 這就是我們這幾年來 一直在跟大家講的話 所以為什麼早在2021年4月底 就跟大家講 我們說烏克蘭跟台海 產生了聯動之勢嘛 不就這意思嗎 所以我反覆跟大家講 國際關係最基本的就是看全局 看大國的戰略 而不是從小國的角度出發 甚至從台灣人從中共角度出發 去解讀兩岸關係 那就是錯的了 好 所以他說抓住的機會呢 就解放台灣了 他還沒說完呢 普京如果站穩了烏克蘭這幾個地方 我們站了台灣 中東在大亂的話 十個美國歐洲都過不過來了 這不就吻合了我們這段時間來講的話嗎 還沒講完呢 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像控制香港那樣 控制台灣選舉 我們搞得民選政府在台灣上台了 你美國歐洲還有什麼話好說 清楚了吧 這就是中共對於全局的 乃至對台灣的這個戰略的 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那先從淺的講起 那大家看到他講到香港的部分 這就是一國兩制的下場 所以一國兩制在1970年代末期的推出來 到了80年代他們在這個 中英談判談出來之後 說在香港推一國兩制 當時就說是暫時性的欺騙性的過渡性的 不就證實了嗎 那這樣還有人要去搞台灣版的一國兩制 你是真的是沒有睡醒呢 還是你在衛虎做倉 你得想清楚 所以這段話把中共的設計 跟習近平的野心全部講透了 那時候俄乌戰爭爆發的時候 我們拼命幫烏克蘭講話 就有人批評我們說 你是烏克蘭啦啦隊 當時我只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看不見俄乌跟台海產生聯動的話 你罵我是烏克蘭啦啦隊 那就算了 但我跟你講透了 你說我是烏克蘭啦啦隊的話 那你就不就變成了中共啦啦隊了嗎 這就是我兩三年來講的話嘛 那現在你們想透沒有 你是不是在幫中共做啦啦隊 你幫中共做啦啦隊 結果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嘛 消滅中華民族出現在難得一見的民主憲政嘛 不就這意思嗎 這就是第一大話 第一大段話呢 他說表達的 但是這跟我們這幾年來講的 這個中共戰略呢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他說我們的軍隊也不爭氣 就中共的解放軍不爭氣 嚴重的腐敗嚴重的洩漏機密 所以講了兩點喔 有腐敗有洩漏機密 所以這個話如果是真的話呢 就表達腐敗是一定是真的 洩漏機密他嘴巴講出來 那表那也是真的 他說這些窟窿呢 不是要花多少錢 多長時間才能修補過來 這些窟窿不修補過來的話 那前面的戰略呢 對台戰略他就沒辦法展開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是一層層相扣的嘛 這第二點 好第三點 他說毛主席花了十年時間 沒有完成的事情我完成了 我完成什麼呢 極權 唯有極權才能辦大事 我搞極權把權力分給你們 責任壓給你們 然後呢把偉大事業共同完成 他現在在解釋他為什麼要極權 什麼叫偉大事業共同完成呢 把中國夢實現了 香港算是完全收回來了 選了鴉片戰爭之詞 不讓敵對勢力利用香港 成為顛覆基地 這不就剛剛我們說的話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幾年來 一直這樣講的話 現在這個話把我們的話 全部說出來了 香港算是完全收回來了 也就是他們從頭到尾 就是不接受一國兩制嘛 他在能的時候 就馬上拿回來 不能說就跟你談判嘛 就弄個東西過渡性 欺騙性 暫時性嘛 不就是這東西嗎 但我能力一個是 我就一口吞掉 這就是我們這幾年來 說的話嘛 好 香港收回來了 台灣也收回來了 1949年的遺憾就結束了 你們許多人不爭氣 罵底下的人 你們不爭氣 有想告退的 有說能力不足的 有代工的 有說等我指示的 這就是我們講的代工嘛 躺平 躺平嘛 也就是高官都躺平 現在習近平罵說 你們高官怎麼都躺平了呢 更嚴重的 家屬下屬嚴重腐敗 外媒揭露了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了 好了 李善福下去了 秦剛也下去了 如果你們都爛下去了 那咱們黨中的散火就行了嘛 這就是我們講的嘛 中共已經爛到根子了嘛 他自己也看見了嘛 今天是整風會議 對高層整風 對這麼高層整風 每個人要檢討自己 權力跟責任要下行下壓 不要把問題都推到最高手掌身上 你們也得把責任負起來 不要把東西都推給我 兩個維護是維護黨中央領導核心權威的 要經常講不能動搖不能懈怠 也就是你們都要維護我 但你們得去幹事 最後就精彩了 想當年毛主席從延安開始 有得力人宣傳他高度崇敬他 有了對領袖真誠的熱愛甚至崇拜 產生的力量是經濟力量無法比擬的 哇 革命事業夢想的力量 要通過延安精神文革精神 那樣力量去支撐他 他是肯定文革的 天啊 所以他在搞什麼呢 個人崇拜 文革結束 看完這個世界三中全會之後 黨內痛切檢討就是 咱們中國共產黨為什麼爆發文革呢 因為有個人崇拜 因為有個人崇拜 咱們整個黨走上了錯路偏路 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 到最後的三面紅旗大躍進 到最後文化大革命十年錯亂 全部是個人崇拜造成的 所以要徹底廢棄跟檢討個人崇拜 習近平今天重來重新建立個人崇拜 他等於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搞文革 他也講了文革精神力量 這可以支撐黨的事業 好了 那不是講完就算了 每個同志都要發言 發言完之後 大家互相批評一下 同時要做書面檢討 書面檢討完了之後送到哪裡 送到蔡奇同志那裡去 每個人都要過關 所以蔡奇幫我把關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說蔡奇的權力現在比李強要大 大家現在明白了嗎 我們又看那些 看權力的結構 看幾個動作 看幾個活動 我們已經看懂了 所以現在如果習近平 有什麼花豆腐的話 那蔡奇可能是權力最大的人 那就要看黨內其他同志 怕不怕他 黨內同志如果愛戴他 蔡奇同志可以在習近平之後接班 黨內同志如果害怕他 黨內同志就聯合起來 像幹掉貝利亞一樣 把蔡奇同志幹掉 然後再來看看後面怎麼辦 然後每個人都要過關 是 好我們先會看到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地產恒大集團深陷 2.4萬億人民幣的債務的龐大危機 1月9號呢 被香港的高等法院裁定清盤 那人們關注了第一 在大陸境外被清盤 在中共治下有可能 能不能在各個中國城市 執行它的資產呢 第二 對大陸境內的衝擊 例如中共聲稱推動 執行所謂的保交樓 要如何完成 像野村證券就估計 中國大約有 兩千萬套的爛尾樓 那恒大呢 就涉及了大約六百萬名的 購房的業主 這麼多的韭菜業主和家庭 有可能形成很龐大的 上榜群體跟相關聯動 我請教宋老師 你怎麼看恒大被清盤 跟後續的可能效應 我想先讓觀眾朋友了解 什麼叫做恒大問題 恒大問題本身不是一個純粹的 市場經濟的問題 它是怎麼樣 這是中共的一個極權體制之下 特有的怪物 為什麼這麼樣講呢 這個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在中共的這個極權體制之下 玩一種所謂的特權資本主義的 一種金錢的掠奪遊戲 嚴酷的社會主義 要搞瘋狂的資本主義 你就可以知道 這種矛盾的概念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螢幕上 我所畫的一個三角圖 這個三角圖的框架呢 就是一種特權資本主義的 運作框架 這個運作框架是通過 三個基本的單位 來實行一種掠奪的循環 我們先從這個政府這個地方來看 中共的地方 特別是地方政府 長期以來是以土地財政來做為 它主要的這個政府的收入 所以它是通過 我們先看右邊 它是通過批地賣地和租地的 三個主要的手段 那麼把土地怎麼樣 讓給這個房地產的一個企業 從中它才能夠進行怎麼樣 政府跟房地產之間的以權模式 所以它這是既是一個金錢的掠奪遊戲 它同時也是一種官商的一個貪腐結構 這個是從政府到房地產 這個面向來看 如果我們從政府到銀行這個面向 可以看到 政府它是通過一連串的政策的壓迫 壓迫銀行怎麼樣 無條件的超額的違法的特權的 對企業進行融資和貸款 那麼這樣的一種政策的壓迫呢 就會讓銀行反過來 對於這個政府呢 尋求一種什麼東西 我以貸款 我聽從你的貸款的指令 磨取我的官位 磨取我在銀行的一個地位等等 我們把它稱之為以貸摩關 然後我們再看看這個 從銀行到這個企業這樣的一個軸面 它就是對於房地產企業 進行特權的貸款 然後這個房地產企業本身 也可以雙向的對銀行進行怎麼樣 我以金錢來作為賄賂 作為回扣 作為報酬等等 所以我們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就是一個主要的 我所講的中共的這個特權資本主義 一個運作的框架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循環當中裡面 既是一個貪腐的無止境的循環 同時也是一個權力腐敗 和債務陷阱的一個無止境的循環 所以這個是我們所了解的 那麼對於這個恆大這個企業 我們又怎麼理解 第一個 恆大的一個經營的方式就是 有了這樣的一個特權結構之後 它一方面它是運用這個購物者 在大陸買房子 不像台灣 分期付款 它不是 它一次要把自備款交出 然後再跟銀行慢慢去清償 我把它稱之為叫什麼 權而易 預付制度 那麼它就用這樣的一個錢 沒有通過一個良善的第三方管理 或信託的一個機制 重新再怎麼樣 又把它擴張性的來進行炒地皮 這是第一個經營的方式 第二個這個恆大的經營的方式 還有其他相同類似的一個地產 也都是怎麼樣 它採取一種叫做三高一低 什麼叫三高呢 一 高負債 它可以放得很大的一個負債的比例 另外就是高周轉 資金不斷地買地 然後賣地 然後再增資再賣地等等的 另外就是高槓槓 就是我所講的那樣的一個三條的槓槓 最後它整個經營本身是低成本的 十字可以造英雄 但是十字也可以造狗熊 恆大這個企業在江湖時代的時候 大家悶聲發大財 所以可以有這樣一個貪富結構 還可以這樣的一種生存和發展 到了習近平就不一樣了 習近平是國家安全 是高一切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 時不為雨 就會面臨到一個 崩潰是一個必然的一個結局 已經外資撤離了 對 外資撤離了 當然我再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那恆大破產之後 有什麼樣的一個後遺症的問題 你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一千三百多個項目已經停擺了 有兩千萬戶的已經付了款 但是沒有交的這個房子本身 也已經停產了 你說保交樓嘛 保不了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償還過去的債務 跟要把這個房子 能夠交到這個購物者手上的話 負債糧2.5兆 接近2.5兆 然後你需要這個 重新蓋保交樓的資金要3兆 3兆加上2.5兆 起碼要6兆的一個資金 這個是一個無底洞的 一個債務的陷阱 沒有任何一個單位 包括中共政府 都很難救也不是 不救也不是 沒有人願意去填補 這樣一個債務的黑洞 因為這還只是恆大而已 而且只是恆大 碧桂園的那個虧損還更加的嚴重 那麼另外一個 我再講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後恆大會有什麼樣的效應 骨牌效應很簡單 迅速的擴大的 而且是加速了 整個相關的一個企業本身 相繼的一個倒閉 所以我簡單總結來講 恆大問題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一個 特權資本主義的一個結構 能不能救呢 不能救 救得了嗎 救不了的 感謝 中共會不會還有其他的暗招 我們繼續追蹤 好 節目最後我們請兩位 給我一分鐘來總結今天的討論 明老師 第一 蘇利文跟王毅的開會 中共希望美國來幫忙壓制賴清德 不管賴清德 要不要去搞台獨 但在這問題上 美國會有底線 美國的底線還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是我一定會反共保台 這是第一點 這是明確的 第二23條 其實23條沒出來以前 就是反送中運動一爆發之後 我說香港將來可能變成淪陷區 也就是中共遲早把它全部拿回來 那現在不信應驗了 那中共為了鞏固它的香港統治 為了壓制這個曾經的反共基地 怕將來變成反共顛覆基地 它會用各種各樣的綿密的法律 去壓制它 那這個現在已經看到了 所以它看起來 無論有沒有反送中運動 它本來就打算這麼幹 對 但是現在有的時候 它那個網就變得更加密 就這個樣子 所以香港朋友們請你聽清楚 你現在人在香港 如果有機會就趕快離開 那我已經違反這個23條了 但我就告訴你 你必須離開 否則會非常慘淡 這是第一個 第二 到了海外的香港朋友們 把大翻譯運動再做起來 再做大一點點 然後要擴大到 把中共多年來 對內部的倒行逆詞 全部揭露出來 把中共的罪行揭露出來 才能保住香港 光揭露香港 保不住香港的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習近平的講話 大家會問說 那怎麼會洩漏出來 很簡單 因為底下很多人不服氣 很多人現在看事情 覺得說你習近平走的路子 帶了方向不正確 你重回了個人崇拜 幾乎要走上文革了 所以我們非常害怕 我們要洩漏出去 希望造成國際輿論 能夠扭轉這趨勢 這就是我們會得到這份講話的 這個核心原因 所以大家想清楚了 大家該幹什麼 幹什麼 從而言之一句話 我們政治學家呢 相信暴政必亡 宋老師 相信在520甚至520之後呢 中共會推出對台統戰的 新型的戰略 我把它歸界為 叫一個分裂 兩個抹除 三條陣線 分裂的話就是利用國會 對目前三黨不過半的一個生態 來造成政黨資金的內鬥 以疏離人民與政府的情感 那麼第二個就是磨除 就是諾魯事件 就是王毅所講的 要把台灣的外交部 全部清零等等的 最近還有一個是M503 這個航線的這個問題 除了我剛剛所講的說 他要用修改這個航線 來創造一個現實 什麼現實呢 整個台灣海峽的領海 領工和領土 通都把它劃過於它的主權 領土的範圍之內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用民航來包裝軍航 當一旦把民航 翻轉成為軍事使用的時候 大幅度的縮短了台灣 在戰術反映的空間和時間 就是一個最陰狠的陰謀之所在 最後我們講到恒大的問題 恒大的問題本身就是中共 這樣一個畸形的體制的 一種怪獸性的產物 它是一個在一個 極端封閉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 想要搞一種瘋狂冒險的 一個金錢的特權資本的 掠奪的遊戲 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我認為恒大本身是一個 深不見底的一個債務的黑洞 中共政府你再有 這樣再有什麼樣的 三頭六臂的能力 也沒有辦法去填補 這樣一個巨大的一個債務黑洞 所以總結來講 恒大本身既是中共 政治體制的一個必然的弊病 同時也是威脅和崩潰 整個中國未來經濟的 一個必要的一個 必然的一個核子彈 所以恒大本身是一個中共 最以為深重的一個教訓 既救不了本身 既救不了 而且也是一個非常 頭痛而且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好的我們非常感謝劉愛來賓 精闢的分析 也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新聞大破解每週一三五再見 新聞大破解的觀眾們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助 那我們在YouTube上呢 成立了一個新的子頻道 叫新聞大破解隨選 我們把相關的這個 就是精彩片段都匯集在一起 來方便大家分享給朋友們 那麼也希望大家能到此頻道 來按讚訂閱以及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另外呢我們在一個新平台 叫做乾淨世界有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我這裡要特別跟大家推薦 乾淨世界真的是非常好用 有許多還很重視隱私 而且呢沒有暴力色情等等 很適合合家觀看 所以也鼓勵大家到乾淨世界 來訂閱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呢還有相關的APP 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 那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我們每週一三五再見